新北市政府劳工局今年6月份将举办的劳工周末电影院活动 以劳工议题还有新北纪录片系列主题分别在新庄、三重还有板桥劳工中心轮流来播映电影 也欢迎劳工朋友踊跃观赏 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表示为了让工作繁忙的劳工朋友休假日都能有健康的休闲活动 劳工局固定在每周六举办劳工周末电影院 希望借由影片欣赏让劳工朋友暂时摆脱工作烦恼 并充实各种生活知能提升生活品质 电影的片子我们都是比较与劳工有关的 不管是在职场或是劳工的一些休闲为主 或是一些励志的片子或是亲子的一些片子 那我们6月份来讲的话我们是在三重 在我们板桥还有勋装劳工中心 在礼拜六的下午大概一点多到三点这个部分 我们都会来放映那个电影 那这个片子在放的过程中 我们在之前还会有这个纪录片的一个放映 劳工局副局长许秀能表示 各场次电影欣赏都是免费入场 但要提前预约化位 另外只要在活动期间参与劳工局周末电影院活动 就可以在现场加盖活动章 每人每次限集一点 每集满五点就可以焕发精美的赠品一个 我们为了鼓劳工朋友来欣赏这个很好的电影 所以我们如果劳工朋友来 他们还可以几点送那个宣导品 那我们每次来观赏的话是集一点 那五次的话集五点的话 我们就送一个精美的一个纪念品 所以欢迎我们劳工朋友 这个多利用这样一个资源 让自己有放松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我们劳工朋友在职场上也是很忙 那我们希望就透过这样一个周六 可以带着子女家人 到我们的劳工活动中心来欣赏 这个很棒的劳工电影 副局长许秀能表示 劳工局今年六月份举办的 劳工周末电影院活动 以劳工议题及新北纪录片系列为主题 分别于新装三重 以及板桥劳工中心轮流播映电影 欢迎劳工朋友踊跃来观赏 谢峰强事物厂报道